美國後任總統拜登,將手握國會參眾兩院,未來施政將無障礙。 外界期待,拜登就職後能否在八大關鍵政策對現競選承諾, 並推翻現任總統特朗普多項政策,包括重返巴黎氣候協定及放寬移民政策等。 新冠肺炎疫情,拜登希望建立一個全國聯絡追蹤項目, 並在各州設立至少10個檢測中心,為所有國民提供免費檢測, 亦支持全民強制戴口罩,為部分人質疑,拜登做法侵犯基本人權。 外交政策,與前朝美國優先政策相比,拜登承諾首項工作是盡快, 修補華府與盟友間的關係,以及恢復國家在國際間的領導作用。 在中國問題上,他指北京應該對不公平的貿易及環境政策負責, 不贊同單方面增加關稅,提議與民主國家組建國際聯盟, 共同應對中方挑戰,經濟就業,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經濟問題。 拜登公布總值1.9萬億美元,約14.82萬億港元,的大規模經濟紓困方案, 主要針對解決經濟衰退,直接向國內家庭、企業及社區提供援助。 全民派錢1,400美元,約1.09萬港元。 他亦計劃針對高收入人士增加稅收,以支付對公共服務的投資, 還提議將聯邦最低工資,由目前每小時7.5美元,約58.5港元,提高至15美元,約117港元。 槍支管制,拜登主張收緊槍管,包括禁止出售軍用步槍及大容量彈匣等。 他有意推行購槍背景調查,限制每人每月只可購買一支槍支, 簡化對不嚴格遵守規定的槍支,製造商與銷售商的起訴要求等。 移民政策,面對大批非法移民,拜登承諾在上任首100天, 就廢除前朝移民政策,包括在墨西哥邊境強行分離, 非法移民家長與子女做法,他主張廢除年度配額限制等。 種族問題,拜登認為種族主義是系統性問題, 將撥款激勵各州減少監禁率。 至於國內連串反種族歧視抗議活動,他希望改革司法系統, 由目前的懲罰理念,轉為改造及恢復理念,醫療衛生。 拜登有意重推逐稱奧巴馬醫保的患者保護及便宜價醫療法案, 讓97%國民獲得醫療保險。 他亦期望降低聯邦醫療保險的適用年齡最低要求。 氣候變化,拜登有意重返巴黎氣候協定, 並於2025年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量。 同較2005年減少28%的目標。 他建議聯邦政府未來10年內蓄資1.7萬億美元投入綠色科技研發。 期望2050年達至0排放。